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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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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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请这个他们远方的客人自己去亲身看一下 到底有机缘 谢谢大家 到今天我没有听到一个有任何根据的 从政府方面我没有听到一个有任何根据的报导 王燕燕说什么 他说三年前三年前他们做过研究 他说没有问题 但是当然三年前他没有开始用三年了 他有神经病了 刚才我听到有人跟我说 我们首相五年级续副长 他说他们去年已经做过五次研究 查那个水 他觉得没有问题 去年五次 他今年才开始用 但去年查当然没有事情了 这都是我觉得都是敷衍的那些答案 我 我希望 我希望 如果政府 他今年有做过任何研究的话 请 公布给我们公民看 这个事情 无论如何 我们也要追究到底 找出一个答案 给这里的公民 我希望大家需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 我们要团结起来 我们一定要争取一个公道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思维 但是这个是关系到我们人生的安全 这个是金矿 这个他们用山来开采金矿 是影响到人生的安全 所以我们讲Hidob Rakyat 就是我们 这个Rakyat要站起来 我们要一起起来 奋斗到底 奋斗到底 所以 来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将邀请我们的 独来区的州议员 大家都很认识的 就是跟你们站在一起 来我们的YB中小兰 哈啰 谢谢我们的雪龙共振队 来我们打气 今天我们有在的是 罗格本国会议员 格兰奈加亚国会议员 岩贝尼 勞旺区国会议员 州议员 然后 这个款高压 高压的 勞望委员会 高压店 然后来自远方的雪州 我请代表 全部给公办的人 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 谢谢他们的到来支持 今天还有关大的 公正党副主席也到来 今天呢也多谢各报传媒 还有记者先生小姐们也到来 最重要是今天呢 我们能够 请代表 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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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呢 是希望有一个 我们美丽的家园 安全的环境 所以我听到 刚才 一个国会议员 一个州议员 从雪兰奈州 明连州政府 以前是国阵州政府 那么我们 全部给公办的人名 今天 都来去州议员换的 是不是能够换国会议员啊 能不能够 如果能干国会议员 能不能够换州政府呢 我们应该 像雪兰奈州决计 把州政府也换了 那么呢 他们这个反对 这个争取劳道反对 必要这个高电压的呢 也成功了 我想 我们保护州 应该做出国法的决定 就是 我们人民呢 必须站起来 刚才 思义所说的 对不对 我们是人民大 还是政府大 对 我们是人民大 还是政府大 对 我们能够选政府 也能够到政府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希望 不给公办呢 由你们来出发 我们都知道 你们是非常好心肠的村民 你们是一等的村民 但是 我们的政府呢 为了这个金矿 为了这个金钱 为了这个金钱 不择手段 将这个三千人令 不给公办的人民啊 放在这个三岸 来作为赌注 你们认为 对你们公平吗 不公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必须领见 全部给公办的人民 我们必须领见 全老物的人民 我们必须领见 全旁周的人民 我们必须领见 全马的人民 来反这一次 反对 用三岸采光 我们坚持到底 我们反对到底 各位村民 希望你们 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之下 我们坚持到底 所以今天呢 我要借助这个机会 来 我们感谢我们伟大的 反独委员会 王金龙主席 今天也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 财政 张绍萍先生 我们的Mr.Hill 我们的Yijin Mustafa 还有一群他们的委员会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他们 所以今天呢 我们希望全体的村民呢 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继续奋斗 我们继续奋斗 奋斗到底 所以再一次的村民 谢谢你们的出信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谢谢 来谢谢我们的独来区周议员 中少安 怀利中少安 所以请大家也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 我们 我们今天很难得 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等下还有一些 我们的这些 来自雪龙公正队的这些成员 将会进入你们 走进你们的 新村 跟你们一起交流 所以我们也不只是在这边讲 但是我们 等下午餐过后 我们会再回来 来跟大家 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个交流 我们会来为你们的一些 关系一下这个 这边的一个环境 所以希望大家 等下 我们可以来跟这边 更进一步的这个交流 你更进一步的 吧 我